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3日星期三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普京肢解乌克兰 在这样的时候 除了美欧有明确的立场制裁俄罗斯 并且向欧洲征兵之外 全球最关注的就是中共的态度 中共的立场如何 中共方面发出了互相矛盾的表述 从外交部长王毅到外交部发案人汪文斌 他的表述一方面是在表达理解俄罗斯的安全需求 另一方面是说一个国家的主权 独立 领土完整 应该得到尊重 这符合联合国宪章 而且说乌克兰也不例外 尤其是王毅表达得很明确 但是汪文斌在表达中有闪躲 他作为外交部发案人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 14次闪躲有关乌克兰的问题 不敢正面回答 多数的回答是向着俄罗斯所尊重国家的安全诉求 二批西方 只是在各国记者再三追问下 关于联合国宪章 关于一个国家的主权 领土完整 他才勉强挤出一句话 说一个国家的主权 独立 领土完整 应该得到尊重 这里面反映了什么 其实反映了就是中共内部的斗争 关于乌克兰 关于乌克兰事件 还有关于徐州 巴海尔 中共党内 现在体制里的传出都有路线之争 都有两条不同的路线 前不久《华尔街日报》也报道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后 开始2月4日到2月5日到6日有一些外事活动 之后 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七常委 最高层都转入了隐秘的状态 没有出现 是隐身 一直到冬奥会闭幕 就是2月20日才集体的亮相 根据美国的报纸《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共内部 高层内部就在乌克兰局势发生了争议 发生畸变 现在根据体制里的介绍 这些畸变就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主张认为 如果俄罗斯认为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这是普京现在的话 中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如果是俄罗斯 普京去攻打乌克兰 习近平就会留意去攻打台湾 这是一条路线 一种说法 这种路线 这种说法显然来自于习近平和习家军 但另一种说法就是 乌克兰是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 是有主权独立的国家 是在联合国宪战的保护之下 根据联合国的宪战 它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该受到尊重 他国不应该威胁 也不应该肢解 也不应该干涉 更不应该侵略 尤其是乌克兰东部有两个自治共和国 是俄罗斯人为主 组成的自治共和国 如果他们从自治到独立 宣布脱离乌克兰 又受到邻国向俄罗斯的承认和协助的话 甚至最后才划到俄罗斯境内 中国这边就可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比如西藏 新疆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从外面挖进来的 不然新疆为什么叫新的边疆 就是从一个维吾尔斯手上夺来的一个语言 宗教 文化都不同的国家 同样西藏也是这样来的 自古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现在还面临台湾的问题 台湾随时可以宣布独立 它事实上也是独立的 所以中共另一派的声音就认为不应该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不应该认同 更不应该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肢检 支持乌克兰境内 如果这样支持的话 逻辑下来对中国不利 这是一个争议 争议之后显然这一派的观点是李克强反习派为主 显然李克强反习派这一篇舆论占了上风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事态发展到这个程度 当普京和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肢检 乌克兰东部的时候 中共就出现了不同的表述 王毅的表述就代表了李克强和反习派这一方的表述 就表面上说一下俄罗斯的安全诉求可以理解 但马上就转为一个国家的主权 独立 领土完整 要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 乌克兰不能例外 而汪文斌基本上代表了习派的表达 反复的表达 闪躲都想表达支持俄罗斯 但是最后才挤出 不得已挤出一句话 实际上这两种表达就代表了两种声音 两条路线 如果说作为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的说法是给习近平原厂 是对习近平维护 但是作为外交部长 国务委员王毅的说法就是对习近平搭脸 相当于王毅跟习近平反目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王毅跟习近平分道扬镳 也就是说在王毅党内立场看来 可能发生了微妙的位移 向着反习阵营方面位移 王毅作为外交部长 国务委员的权力大过汪文斌 他是外交部发言人 就说明反习派的声音略大 就在这同时 中国媒体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势 中国的媒体有一个叫《新津报》就向外透露 说是接到上层的通知 这个上层通知无外乎就是习近平 习家军掌控的党媒党报 通知说在媒体报道中注意点 要说有利于俄国的话 俄罗斯的话 不要说有利于西方的话 这是从习家军这条线上来的 但是反习派的声音却不一样 在国内有一家媒体发出了一个强劲的声音 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网站 这个网站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 俄罗斯的安全担忧值得理解 但是肢解乌克兰必须被谴责 目标很明确 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从开始假装说现在乌克兰出现了危机 首先是乌克兰的责任 说乌克兰独立以后就倾向于西方 说好像没有保持中立 本来应该作为一个中立或者一个桥梁 连通俄罗斯和西方 但是乌克兰出现了亲西方的情节 就带来了好像俄罗斯的不安 没有安全感 甚至没有承诺 不加入北约 而北约又在东阔 但是乌克兰显然不能承诺 因为乌克兰是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以民意为主 任何政治领导人 总统 或者是选举的议员 他要听取名声 那民意是亲希望就是亲希望 民意要求加入北约 北约尽管还没有加入 但有这个愿望就有这个倾向的发展 北约的发展不能说拒绝哪个国家 接受或不接受 同样一个国家加入和不加入也是这个国家自己决定的 由他的民意所决定的 如果乌克兰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而是像其他一些独裁的或者半独裁的国家 比如说白俄罗斯 或者哈萨克斯坦 像这个独裁者卢卡申科要长期恋战权位不走 或者是以前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等人 他们恋战权位不走 他们就可能倒向俄罗斯 因为西方显然不喜欢这样的政权 在国家利益上也不会支持 也不会接受这样的独裁或者半独裁国家加入北约 所以很容易倒向俄罗斯 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但乌克兰是个民主国家 不可能听命于俄罗斯 而他要听取名义 听命于乌克兰自己的名义 这篇文章又讲到说 第二个要负责的是美国和北约 就表示北约和美国似乎没有给俄罗斯安全保障 似乎对北约不仅是东阔 而且是吸收了一些前苏联的国家 现在的乌克兰有可能是在美国的吸收范围 或者北约的吸收范围 似乎北约要为今天的局面付出代价 但是这篇文章在说了这些中共应景的话之外 表面上帮俄罗斯圆一下场 但马上转过来就说 但是话回头来说 说联合国有宪章 宪章的规定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应该受到武力的威胁和武力的侵犯 而他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应该受到尊重 所以现在普京和俄罗斯的行为是入侵乌克兰 或者是肢解乌克兰 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而且提到联合国秘书长也发声说俄罗斯的行为不能接受 乌克兰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是联合国成员国 他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应该受到尊重 然后这篇文章进一步就提到中俄的历史问题 非常敏感的问题 他说其实俄罗斯今天这个做法 跟他历史上的做法很有关系 所以最近的俄罗斯就这么做的 往往打着旗号 说别的国家出现了什么内乱 或者是自治 或者是独立的诉求 然后就去挑动这些国家一些部分独立 然后俄罗斯去支持 就尽量就把这些国家肢解出来 他说在格鲁基亚这么做 在乌克兰这么做 然后就提到历史上 说只要拨开历史的迷雾 就可以看到今天事情的本质 所以俄罗斯在历史上就是这么干的 然后就提到中国 提到中国跟俄罗斯在历史上的恩怨和过节 尤其提到外蒙古和唐颅 乌凉海这些以前属于中国领土 就是被俄罗斯用类似的手法 今天肢解乌克兰和格鲁基亚的手法 给肢解出去的 然后这篇文章最后就提到 说无论从联合国宪章 还是从国际道义 从一个主圈国家 或者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 今天俄罗斯肢解乌克兰的行为都应该被谴责 这篇文章的说法就代表了党内反习派的观点 就代表了李克强这一派的观点 反过来 习近平那一派是什么观点 就在冬奥会开幕前夕 普京到中国来 到北京来 是唯一的大国领袖到场了 只参加了开幕式 但没有参加第二天的国宴 走了 但是在头一天跟习近平会谈了4小时 会谈4小时 签署了说将近20份协议 但是并没有公开 当时有个外交部副部长叫岳玉成声称 中国之间的合作是上不封顶 结果查到英语 里面有两个词 说No limit No forbidden 就是说没限制 没禁区 所以岳玉成用一个说法叫上不封顶 上不封顶这个说法非常的危险 我就说过有卖国之嫌 什么叫上不封顶 难道这两个国家可以兼并吗 可以合并吗 难道要重新回到历史上 在苏联帝国扩张的时候 当时中共在江西建立了国中之国 搞两国论 一变一国论 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试图成为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 后来被国民政府所阻止 究竟习近平跟普京谈了什么 双方之间达成了什么叫做上不封顶 说得了前一点 是不是说就是习近平跟普京之间 私相授受 成为老朋友 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说普京去乌克兰搞事 在乌克兰制造威胁或者引发战火 然后掩护中共 习近平在北京的冬奥会 给习近平帮一把 让整个世界的注意力转到乌克兰去 如果仅仅是达成这么一个默契 应该说习近平达到了他的目的 就是让普京掩护了他 但是如果说做最高深的估计 究竟他们还有什么协议 这个协议是不是说普京和俄罗斯去留乌克兰 习近平和中共就去攻打台湾 然后普京宣称 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中共就宣称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两头出击 让美国 欧洲和国际社会无法应付 或者两头难为应付 但是现在看上去恐怕没有达成 这方面没有达成一致 因为不仅习近平和中共没有能力去攻打台湾 面对美国 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 还有欧洲国家的协访台湾 他无法越过台湾海峡去攻打台湾 另外一点可能受到了中共 极可能受到中共内部的牵制 就是中共高层的对立派系 就是反习阵营 还有政治老人不同意 不同意这么做 所以习近平无法这么做 所以这个可能性就变得小一点 先把它放到一边 结果就出现了中间状况 那就是极可能普京骗了习近平 习近平上当了 被骗惨了 被普京带到坑里 可能仅仅是简单商量一下 让普京演一场戏 在乌克兰制造危机 制造紧张 制造战争的气氛 让习近平和中共给他大量的进攻 然后掩护中共顺利举办冬奥会 进而掩护习近平能够在20大连任 跟普京一样连任长期执政 但是没想到普京弄假成真 去当真了 不仅是去威胁了乌克兰 最后就真的对乌克兰动手了 他的最低目标就是在乌克兰东部肢检 就是乌克兰东部的那两个州 什么卢干斯克 还有顿利茨克 这两个以俄罗斯人为主的 所谓自治共和国 就趁机宣布独立 宣布乌克兰造谣 说乌克兰这里有种族清洗 然后宣布独立 然后跟俄罗斯达成互助协议 然后俄罗斯的议会假装通过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的独立 然后要求普京政府成立 并授权普京政府可以在海外动兵 然后就导致俄军进入乌克兰 然后最低的目标就是肢检乌克兰 把这两个宣布独立的自治共和国从乌克兰中独立出来 至少独立出来成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就像格鲁吉亚那样 格鲁吉亚的阿波哈兹和南奥塞提就这么被独立出去 让俄罗斯在那里派兵 谎称为和 维护和平 实际上就把他置于俄罗斯的管辖之下 进一步就可能像克里米亚一样 乌克兰东部这两个自治共和国分离出去之后 就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被兼并 被吞并 进一步的蚕食 乌克兰 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让中共死了不及 或者说普京和俄罗斯坐得过头了 就超出了中国之间的密谈 超出了习近平跟普京之间的密伤 现在习近平在党内受到批评 根据体制队传出的消息 在过去两个星期没有露面 不仅爆发了争吵 爆发了激变 而且习近平受到了其他派系的强烈批评 认为他跟普京的密谈非常不恰当 说得轻一点 就是在冬奥会前夕 美国双方 习近平和普京的磋商达成了所谓协议 秘而不宣 给美国和欧洲造成了一个口识 批评中共的口识 认为跟俄罗斯勾结去干涉乌克兰 干涉一个主权国家 侵略一个主权国家 仿佛中共是给俄罗斯背书 这还说得轻一点 说得重一点 那就是说这些上不封顶的协议究竟是否涉及卖国 因为如果俄罗斯和普京去入侵乌克兰 显然会受到美国和欧洲的极高的制裁 可以说是极度的制裁 远超于以前的制裁 给俄罗斯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困境 那习近平是否答应了在这个时候在经济上支援俄罗斯 就是向俄罗斯进贡 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或者天然气 不管价格有多高 另外用其他方式去援助俄罗斯 这样一来就违反了中共的国策 就是说以前周恩来定下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暗示他国内政 不能够侵略他国 俄罗斯就这么干了 而中共居然为此背书 所以即便习近平和习家军同意这一点 习派同意 但是反习派绝对不会同意 这就是双方争吵极变的由来 而在外观上的反应也可以看出来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闭幕式上 七常委都出席了 国家副主席也出席了 但是气氛非常的紧张 特别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 亡不坚亡 互不理睬 各看不同的方向 李克强始终独立特性 根本不理睬 习近平栗战书或者是彭丽媛这一伙人 他们看一个方向 李克强就看别的方向 尤其是他们看国企的方向 李克强根本不有理睬 直接目光朝向前方 显得冷若冰霜 而且是非常生气的样子 就是把高层的矛盾 高层的斗争 高层的分裂 公然招式于天下 就在北京冬奥会的看台上 开幕式的主席台上 闭幕式的主席台上两次招式 这两次公开分裂的招式就是跟中共高层闭门会议 闭门争吵 闭门激变有关 说到中国国内一个重要网站的那篇文章 说俄罗斯的安全担忧值得理解 但肢解乌克兰必须受到谴责 那篇文章提到外蒙古和提到唐颅乌良海这件事情 实际上含蓄的还否定了江泽民跟习近平 跟俄罗斯所签订的条约 叫做所谓中俄睦邻友好条约 是2001年由江泽民跟普京签署 20年有效 如果无意义双方延长 那就在去年2021年的时候 习近平跟普京又互相签署 继续延长 20年 但是这个协议里面就提到什么 说双方没有主权要求对对方维持目前的边境线 就等于承认了 历史上俄罗斯至少从中国攫取了15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1 6分之1个中国 相当于44个台湾的领土予以承认 包括什么海参围 什么海南炮 江东64屯 还有就是包括肢解除去的外蒙古 还有就是唐颅乌良海 说到唐颅乌良海其实非常有趣 就是前些年2017年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推伍的军官姓殷 殷勤的殷 他就写信给中国的外交部去询问 说中俄牧林友好条约有没有涉及到唐颅乌良海的归属问题 结果中国外交部还正给他复涵了 复涵是说根据中国政府信息公布法第14条和第21条 说你所问的问题是涉密条款 涉及国家机密 不予答复 就不能公开 也就是说江泽民跟普京签的是一个秘密条约 而习近平延长的也是秘密条约 中国人民没有知情权 实际上唐颅乌良海这个地方现在在俄罗斯境内叫做土瓦共和国 土瓦自治共和国 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它在历史上是属于外蒙古 曾经是外蒙古的一个自治区 在上世纪1911年 当时的俄罗斯策动外蒙古独立 这就出了一个悬疑 就是唐颅乌良海 当时的中国政府 也就是第一届中华民国政府 就是北洋政府 就是袁世凯的政府 没有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也没有承认唐颅乌良海被肢解出去 不仅不予承认 而且在1919年的时候 国民政府 也就是北洋政府 还一度收复了对唐颅乌良海的管辖权 收归中国所有 那个地方17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将近6个台湾那么大 地方也不晓得是斜长型的盆地 物产很丰富 但是到了1921年的时候 当时的苏共和苏联营建立 又突然之间又强行把唐颅乌良海纳归苏联的势力范围 当时两届国民政府都跟他交涉 苏联不离 前面是袁世凯和北洋政府跟苏联交涉 后来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跟他交涉 苏联的态度都不予理睬 再后来1944年的时候 苏联就悍然的把唐颅乌良海正式化为他的所谓的一个共和国 一个自治共和国 叫做图瓦共和国 当时的国民政府忙于抗战 无可奈何 而当时的中共当局有时轻疏 也根本没有持异议 就表示默认 但是非常戏剧性的是 在后来毛泽东建立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苏联绑在一起的时候 开始是有个蜜月期 后来就翻脸 翻脸之后 到了六七十年代 毛泽东突然谈话 说不承认历史上俄罗斯对中国的吞并 也不承认苏联对中国的吞并 特别就提到了唐颅乌良海 说不承认唐颅乌良海是苏联的一个自治州 就在1972年正式提出唐颅乌良海是中国的领土 苏联是非法的窃取 尽管当时一时也拿不回来 这就回到2001年 当江泽民跟普京签了这个条约 所谓中俄友好牧林条约 就把中俄边界划定 把未定国家划成永久国家之外 实际上为什么被中国民众和中国网为卖国条约 就包括了唐颅乌良海 广大的地区都划回国陆市所有 而去年习近平又续签了这个条约 同样是一个卖国条约 所以结合了这次中国国内的网站所发布的文章 有意提到了外蒙古和唐颅乌良海的问题 实际上就强烈的暗示 普京和俄罗斯今天对格鲁基亚 乌克兰的肢解 就跟历史上对中国的肢解一样 行为都是如处一辙 这代表了反习派的观点 实际上就强烈的打脸了习近平这一派 习派 说所谓中俄合作上不风底 就强烈的暗示所谓上不风底 就是叛国 就是卖国 所签订的那些协议里面有很大的外国成分 所以从体制内传出的声音显示 习近平的连任又出现了两个变数 一个就是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战争 再一个就是徐州巴海母亲这个事件 党内反习派 尤其高层的反习派 会紧紧抓住这两个事情不放 尽量阻止习近平连任 因为习近平在两个事件上可以都犯了错误 在乌克兰问题上犯了错误 就是盲目支持俄罗斯 使现在中国的外交出现了更大的困境 在徐州巴海姆事件上上市基本的人论道德 上市基本的法治 放弃法治 纵容 地方作恶 所以这个不仅极其民怨沸腾 就在中共的党内 中共的高层都过不去 就在中国高层围绕这两大事件 乌克兰战争和徐州巴海姆事件都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习近平所掌握的党媒党报还不断的突出习近平 非要突出习近平不可 以至于报道 冬奥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仿佛其他领导人都不存在 其他六常委 国家副主席都不存在 这种极端的手法对习近平 习家军 习派来说实际上做得太过分 表面上要跟中国人民洗脑 制造一个错觉 仿佛中共只有习近平 而不存在其他领导人 表面上是习近平的收获 其实在中共党内习近平收获的是仇恨 尤其是来自于高层的仇恨 因为只有你存在 大数特数 其他人都不存在 其他六常委 国家副主席都不存在 那其他人心里什么滋味 可想而知 恐怕不仅仅是一般的怨恨 一般的反感 深入他们骨髓的就是仇恨 如果说七常委中栗战书连强忍受 或者说乐于忍受 但是其他常委 尤其是反习派的常委 包括李克强 汪洋 还有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 还有中纪委书记 赵乐际 那就是强压怒火 实际上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的极限就是仇恨 总之 习近平和习家军自以为是 自以为聪明的极端做法 极端手法只会极化中共高层的矛盾和斗争 让这些矛盾进一步的升级 以至于摊牌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好 谢谢大家 吧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